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认为西蒙斯的组织能力可以帮助杨尼斯实现冲击总冠军的梦想 下赛季的熊路至少是进入总决赛的球队 开篇先介绍了熊路休赛期的运作 交易得到了朱霍勒迪 签下了波蒂斯 奥古斯丁 克雷格等人 续约了康诺顿 目前杨尼斯阿德托坤博还没跟球队达成提前续约 但熊路队管理层自信杨尼斯会留守熊路 假如熊路在交易帮助字母哥 得到一个有超巨潜质的年轻球星 杨尼斯会很乐意留在寒冷的密尔沃基 NBA分析网建议熊路拿出克里斯米德尔顿 迪温秦佐 2021年少 轮迁 2023年首轮迁 2023年次轮迁送到76人 换回本西蒙斯 上图式交易模拟方案 西蒙斯5年1.7亿的顶星 因为上赛季入选了最佳阵容 已经升级到5年1.8亿 他下赛季的薪水为3050万 尼德尔顿下赛季的薪水3300万 迪温薪水为300万 这笔交易直接配平心经 从这笔交易来看我个人 感觉费城76人是大赢家 76人在里福斯成为主帅后 改变了舰队思想 他们得到了赛斯库里 丹尼格林 布罗科夫 很明显 有意囤积投手 算上阵容中的斯科特 科尔克马兹 哈里斯 尼尔顿费城 已经有7大投手 在交易得到一个场 均20.9分 6.2篮板4.3 助攻0.82强断 命中率50% 3分命中率42%的顶级投手 纳费城的空间会更大 恩比德在低位的进攻 会十分轻松 而且这笔交易中 76人还能得到很出色的 坂邓奇球员迪温晴佐 与两个首轮签加 一一个次轮签 这笔交易怎么看 都是费城大赚 NBA分析网 认为雄鹿 交易得到本 西蒙斯会进一步 提升球队的防守 本西蒙斯也有未来有希望 拿下DPOY的球员 他与字母哥 可以铸造最为可怕的防守体系 他的侧应能力 也可以帮助霍勒迪 杨尼斯 大洛等人 继续提升数据 但美美忘记了一个关键点 本西蒙斯缺乏三分投射能力 杨尼斯阿德托 昆博的三分球能力 已经很差了 上赛季杨尼斯场 均出手4.7个三分 仅命中1.4个 三分命中率 30% 季后赛三分命中率 也只有33% 杨尼斯在场时 已经十分需要队友 帮他拉开空间 而本西蒙斯是一个 基本不出手三分球的球员 整个赛季 只出手了6个三分球 试问这两人都在场时 等于是两个有害空间的球员 这比武汉一交易 组建双巨头吗 雄鹿管理层 是脑子瓦特拉 文言小白 And 他走了他走了 右下角点个赞 再走啊老板